老公的大王 真的看過去 就是不一樣 歌星北原山貓的現場演唱 將七堵清淨公媽祖孔明文化祭活動 推向最高潮 中午開始封街 販賣各項美食小吃的胖卡餐車進入 社區各項文化活動表演 以及孔明智慧所解鎖活動 隨著溫度逐漸降低 7月7號在七堵清淨公舉行的2024 七堵清淨公媽祖孔明文化祭活動 到傍晚時分人潮越聚越多 基隆市長謝國良和立委林佩祥 晚上6點多 一起先抵達現場 市長謝國良先繞場一圈 和市民朋友打招呼 展現受歡迎的超人氣 市長好 市長好 隨後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委和市議員曾宜芳 也趕到現場 主辦單位清淨公特別請來國寶及道士 為這場活動進行祈福儀式後 由市長謝國良頒贈護國又名扁兒 感謝清淨公 由主委柯金彪代表收下 參加活動的貴賓們都希望借助媽祖的大慈悲 和孔明的大智慧建設七堵讓七堵和基隆更繁榮 各位報告 國良也要學習孔明 我們在拼七堵的經濟 在這裡就是我們港務局的一德新村 我跟佩祥委員一直很努力 現在正在推動都更 未來呢要蓋什麼 要蓋就業的基地 就在這裡走過去 沒到一百公囚 未來我們就要蓋就業基地 這個就是港務局的招商案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邊 陽明海運的另外一邊 他現在是原本要做這個正名安居 但我們還是很希望 能夠結合陽明海運 開發更大的就業基地 這點跟住都中心 還在爭取當中 但是總是七堵的未來 一定是光明的 就像我們的媽祖跟孔明文化祭 大家說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定會努力 來好好的打造七堵 成為一個大型的就業基地 一邊是火車站 另外一邊是捷運站 我們希望借用我們孔明的大智慧 把基隆市打造的越來越好 我們都希望說 我們未來的領導人 能跟孔明一樣 自事之能成 希望說把我們這個地方 不管我們這個城市 還是這個國家 一遙轉到國下富 那佩祥在這邊呢 其實就是一個 也跟我講起來就是一個幫忙的啦 所以剛剛國良市長講的 那怎麼樣把基隆市 把七堵區變得更好 佩祥會盡力在中央協助 協助地方 我們這個電視還不斷地在轉播這個三國演義 看到這個 孔明 雨傘關金 那非常希望 我們這個七堵的發展 就像孔明一樣 揮兩下 七堵會跟越來越進步 我想相信在這個未來 捷運進駐基隆 都市計畫的改變 搭配我們社會住宅 七堵的好山好水 休閒農業 一定可以讓七堵發展得更好 七堵是未來基隆市非常重要的一個 復都心啦 我們議會 代表全體議員 來祝福我們七堵 孔臥龍駐駕 龍年好運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我們基隆未來的發展 說得好這樣好不好 好 那大家一起加油 市政昌龍 謝謝大家 謝謝 在十三四年前就是說 這個我們的這個 從四川成都五佛池 這個這一尊的孔明 到這個十分嘛 那十分在那邊住家 因為我們都知道孔明燈是這個 孔明發明 孔明他本身是一個發明家 也是一個軍事家 也是政治家 可以說是全能的 那我們這邊是七堵 那孔明是在三國 三國 那三加七 是不是十分了得十 那七月七日在七堵 七點七分 北斗七星出現 要借東風給我們基隆給台灣 萬事俱備 只欠東風 就是借智慧給我們所有的市民好朋友 給台灣人 祝我們台灣越來越好 謝謝大家 謝謝 七東媽 真的在我們七堵這裡 是一個非常 大家知道的一個信仰中心 那今天我們結合了媽祖的慈悲 還有我們孔明的智慧 所以相信今天在場的大家回去 一定能夠更平安 更長智慧 大家說對不對 謝謝 感謝各位 我們藉由七月窺窺的七堵 經濟公司 七點七分的氣候 帶動我們七堵 帶動我們基隆 各行各業 起風了 經濟發展 起風了 將來我們一天一天 比一天好 祝大家 身體健康 萬事 如意 謝謝 感謝 歌星的表演和晚上的摩采活動 讓人潮越聚越多 市長謝國良在帶頭摩采後先行離開 同樣展現人氣魅力 民眾主動要求拍照合影 而議長同志偉則是和市議員曾宜芳 也和民眾熱情打招呼後 進入慶濟公內殿參拜七都媽 和其他諷刺的神明 整個七堵慶濟公媽祖孔明文化祭活動 在慶濟公主委 帶領所有委員和志工們 通力合作下順利進行 老淚滾滾也帶動文化觀光商機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道